警方昨天抓了兩個男人 涉嫌藏有懷疑爆炸品和非法管有槍械 並且在行李箔檢獲23.5公斤 可以製造爆炸品的原料 檢獲的證物包括燒酸甲、硫磺、懷疑尾粉等 警方說原料混合是有爆炸效果 在粉嶺攝氏單位 手獲大批弓膳、電槍、伸縮棍 以及有政治口號的單張 又在其中一個人在沙田的住所 檢獲電子綁、遙控裝置等 警方認為是顯示疑犯 打算整爆炸裝置 警方說上個月接獲線報說 有人企圖在農曆新年之前 將物品提供給激進暴力分子 用作血腥抗爭 拉了拘捕的行動是瓦解激進暴力集團 兩個被捕男人被扣留作準一步調查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